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美国总统川普日前透露,沙乌蒂阿拉伯国王沙尔曼同意,愿增产高达200万桶石油,但事后遭沙国打脸,双方并未提到要增产石油。 川普30日在其推特上发文表示,他刚与沙尔曼通话,向他说明因伊朗和委内瑞拉的时局动荡,造成石油市场供应失衡,我要求沙国增加石油产量,或许200万桶。 而沙尔曼也同意了,但川普此番言论随即早打脸,沙国国家通讯社,Saudi Press Agency,证实,两人的确有进行通话,强调要维持石油市场的稳定,并弥补其他石油生产国的短缺,但并未提到沙国同意增产石油200万桶。 沙尔曼 just spoke to Kim Sam'un of Saudi Arabia and explained to him that, because of the turmoil,